请科长 以自称恭敬心归三宝 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主上善人 看起来是好像快讲完了 但是老师讲不完 就剩下一点点 剩下十月 那意思是什么 十月其实已经是无尽长 或者无尽长 东西不在多少 而是它有多少内涵 那文字也不在多少 在你了多少亿 知道它有什么内涵 我们常常叫一句话 几个字 其实已经有无穷内涵 那善心杂话呢 讲再多了无内涵 里面没有一句话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习惯善心杂话 不习惯净律 就让你的心静下来 好 运用你的心 本具的功能 那我们心 当然我们小的心 大略分就有八 八个作用 八个相度 那个相度就我们读数学 讲的dimension 就你的心有八个相度 有八维 有八维 那这个八维组成那个 我心的完整的作用 但是我们一强调哪一维 那其他七维就变成好像不重要 好像没有影响力了 尤其我直一出现的时候 甚至连八维都没有力量 只有我直有力量 我直没有离开八维 但是他自以为是 他也可以讲说 当我起来的时候 你就这八维 就八个向量坐标的心 你向哪边就哪边 这用数学来讲 其实还蛮清楚的 就在我的逻辑里面 它是很具象 我们那个我就是那个样子 自以为是 其实是你在虚空里面画点 这句话要听进去 本来是 通通是同样体性的虚空 但是我直一起来 你就画上一点 这一点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我以这一点为中心 就以我直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 那问题是 你按这个我上去 就一点道理都没有 请问你怎么在虚空里面 画上点 你要画上点 也得有一个直在那边让你画 我在这边 你看到了什么 但是你如果跟着我的手 转 你晓得我在画圈 那画圈 也是你意识中的东西 也是我意识中的东西 它在哪里 什么都没有 在你我的共识里 我们有共业 有共同的认知 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晓得 包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人 人的想法 甚至我们的宗教观 其实 都是我直意识的案例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学佛 就可以解脱 学佛可以让你解脱 但是 必须是真懂佛法 真的应用佛法 才能让你解脱 如果不懂的 应用佛法 不是对佛法没有正结 不仅仅让你不能解脱 刚好就是因为你学佛 不能解脱 这个讲起来 有点在傍佛 其实不是 傍 执佛的 那个执着佛 执着有什么真理的 那个需要破 因为没有真理可得 真理是变一切处 真理绝对不是独存的 不是什么是真理 其他不是 如果那样子 那个就不叫真理 真理是变一切时空 无处不在的 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那个真理就一切的法 都只是缘起 没有任何一个法 真正的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法 真正的存在 会有真理存在吗 刚好 真理就是没有一个法能存在 它既成立一切 又否定自己 就要一法不利 真正的彻底的空 不是还有空可得 还有一个空的道理 可以得到 可以掌握 没有 那个都要拿掉 那个都要拿掉 你真自在的 不然就死在空里面 黏在空里面 我们现在是 离开有 然后住到空里 黏在有 还可以印证 我喜欢吃东西 还有东西吃 我吃东西没用 不要吃东西 那就等着饿死 空绝对不能着 肯定还有点力量 否定 常常是 刚好是一种破坏力 所以 早有 尤其到后来的为事 宁可早有 如须弥山 不要早空 如粉尘 因为你早一点点空 那你就没救了 早有 还可以救 为什么 早有 那有里面是善的 你早有 会累积功德 你早有空了 大家就破坏一切了 连因果都被你破坏了 所以 千万不要动不动 一切都空了 不要计较了 不要执着 你在讲什么话 就是因为一切都因缘 所以更要计较因果 因为因果永远不失 永远不失 你照三因得善果 理所当然 但你若波无因果 那完蛋了 你这个人一定 一个波无因果的人 一定干尽坏事 他不会说 因为没有因果 因果没有自信 所以我不执着 刚好 就是拿这个来当道理 因为没有因果 一切都空了 所以我作恶 不会受恶报 你就干尽坏事 所以 一个身心因果 他绝对不敢 随便干坏事 因为他自作自受 他得不到便宜 讨不到任何便宜 我们就是不信因果 才会想讨人家便宜 你如果晓得 因果如是因如是果 你讨人家便宜 到时候一定要还回去 不仅仅要还回去 还要加倍奉凡 那你为什么要 占人家便宜 对不对 就好像欠人家钱不还 你不知道一定有利息吗 你以后要还 要还更多吗 这个就是身心因果 不是我跟你借十万 就还你十万 不是啊 因果里面是要 把利息算进去的 才算真的还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弥补 要回报 要加倍奉凡 让对方觉得 这样够了 你不需要还这么多 我那时候只有 借你多少 你还多少就够了 一定要让人家满意 因为那时候 人家让你满意 全然不能有 投机的想法 绝对 我们生生世世 就是因为有 投机的想法 所以生生世世 都亏欠 我记得以前也 讲过 因为我以前是 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有很多 下 就是我们的经销商 也叫中盘商 中盘商有 两家 做得蛮大的 做得蛮大的 但它一定定期 跟你倒 那因为它做得很大 你不能说 我不给你做了 你如果不给你做了 它业务量 大概30% 除非你要舍弃 这30% 那我们衡量一下子 就是不能因小失大 我让你倒这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 你习惯性的 所以也就 默然接受了 但是呢 这个默然接受 到最后是怎么样 到最后这个公司 真的倒了 刚开始是假倒 假倒 就是每一年就扣你一些钱 就不付账 赖皮 到最后它真倒了 因为它心里面 已经种下那个种子 那个小错 慢慢酝酿成大错 到最后它想撑都没机会 因为人家已经给它机会 所以不能滥用人家的同情心 不要滥用人家的善心 去得到自己任何便宜 便宜完全占不得 我们如果学佛人 深信这个因果 那么你绝对不会 去做赖皮的事 不是我们不可能 就欠缺条件 但是不要让它 不要让自己 以为那理所当然 这是错误的致见 我现在 我因为 譬如说 你现在很努力地做 做到没有力气 你当然要休息一下 但这时候有人赶过你 这时候你也知道 我该休息一下 我如果现在就马上跟上你 我等一下 跑不到终点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但是有些人就太勉强 勉强跟上去 等一下人家到了 你就永远到不了 应用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不要逞强 常常 为什么 今天会碎垢头 昨天逞强 昨天该休息没有休息 结果今天 不该休息你休息 这个因果里面都是很自然 所以为什么要随时保持绝躁 帮我们的身心抓中道 抓平衡点 千万不要过以不及 那这个要很高的训练 要不断地训练 才能真的拿捏得到 你都不训练 偶尔以为这样够了 或者这样不够 那都是 一时的认定 不是真正的经验 或者真正的经过统计 统计出来的 也就不是真的有代表性的答案 所以修行 其实还是不离世间觉 你要真的修行 还是要在这个因 世间法 什么叫世间法 这因缘法 因果法 叫世间法 无为法 叫出世间法 无为法 叫不依因缘的 叫出世间法 所以一样的 我们现在 比如说 修 那个十度 到底是世间法 还是出世间法 想一想 十度是源起法 当然是世间法 但没有这些世间法 你哪来得出世间的圆满 不可能吧 不可能无为 无为就什么都没成就吧 但是你若透过有为 不尽有为 那么无为就不住无为吧 它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吧 它随时可以随言去 起一切作用 现一切相 但你若住在无为里面 你想现什么相都没有条件 因为根本就无为 无为就没有因缘 没有因缘怎么现相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矛盾 但是你若解错了 若误解了 那常常就会让自己更矛盾 所以说 没有深信因果 就让自己更矛盾 当你深信因果的时候 绝对不会矛盾 如是因如是果 一点都不矛盾 那你就想投机取巧 然后随时会发觉 跟自己的想法矛盾的 因为你知见不正确 你理解不正确 所以你所看到的事项 当然不正确 不是像你想的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 那因为在 弄切井里面 当然最主要之后 就在讲如来藏 如来藏是讲 如来藏呢 我们说八世 要呈现如来藏 那当然 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来看 就用八世 八个新王 来 来 来 读解它 但是事实上 这个是不得不的说法 它本来不可说吧 本来不可说 你硬要说 可能说的究竟吗 不可能吧 所以 你想要从经典里面 拿几个文字 你就能够怎么样 那没有的事 但是呢 你如果正解 可以引导 正确的理解 圣解的话 可以引导你 慢慢能如理思维 只有从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就是世俗地 不然就不假思维吧 你先从如理思维 然后就好像我们找找找 一直找到如来藏 找到我们的清静心 再接下去呢 你只要晓得 清静心不可得 你就解脱了 但是你如果没有找回清静心 那么你想解脱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因为你根本就抓不到重点 抓不到根本的意趣 所以一样的 我们当然我们生命 很重要的 一直我们常常听到阿拉耶事 也就是所谓的第八事 也可以称为如来藏事 这个都只是一个假明 但是那个就是一切我的根据 不管你要当佛菩萨 或者当凡夫妻 或者下地狱 都根据你的八事的内涵 来决定去哪里 显什么像 如果没有八事呢 那个佛也成不了佛 地狱也成不了地狱 你说他是什么 就说他是什么 都不只是那个样子 我们包藏祸心吧 比如说表面上我很理性 我很慈悲 然后心里面那个我只要拿不掉 我的理性 我的慈悲是有限度的 因为还是有那个我在 只要挑战那个我 你的理性就不见了 只要挑战那个我 伤害那个我 你的慈悲就不见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 不是你修得多好 修得好跟不好 是相对性的 因为还有条件 还有条件 你有些人条件高 修养好 但是修养好 到见到位还差得远 有些人他见到了 让我们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修养 比如说我们老的上 他就常常会做狮子猴 你看他是没有修养的样子 但事实上不是 他晓得那是一种方便 那是一种手法手段 他所不用这个手法手段 他教不了你 他其实见到也帮不上你忙 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千万不要 看表象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表象 这个人我只能看到他的表象 我怎么看到他的心 看不到 但是不要着相 但是你不着那个相 就不会被相片 所以这个人真的有心在教你 真的有心想帮忙你 你可以感受得到 虽然他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 讲出来话也不太好 表面上好像这样是在处罚你 但是你还是可以理解到 他的悲怀 你可以理解到那你就接受了 但是你如果着在那个相上 你为什么当众给我下不了台 他就要破你那个我指我剑 所以让你当众下不了台 他是慈悲 但是你变成怪他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也要教也要恰到好处 这个根气还没有那么高 你不要使那种手段 他不经得不到好处 他就受伤了 所以这里面都在在都在呈现 因缘果报 就是要随顺因缘 要对积说法 对积就对那个因缘 你很了解 你晓得这样好这样不好 不是真的有什么好 什么不好 在这种条件里面 我只能用这样说 叫全巧方便 智慧 慈悲也要全巧方便 否则智慧变成一把刀 那慈悲变成一个烂贪子 永远收拾不了 那都不对了 所以学佛有得学啦 修行也有得修啦 千万不要得少为主 那个都还差得很远 我们还差得很远 随时用这种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就是物实的心 不要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就一点都不实 因为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会自以为是呢 这个就是你如果有正确的知见 常常你错了 修正一下就好 我们不可能不犯错 但我知道错我修正 就这个样子 好 那么 282月后面这边吧 到最后 这个就是因果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到最后我们知道 佛是已经 一切是道种事 一切种事通通有啦 那怎么还会有业障 怎么还会有业障 那事实上 如果 我们这样讲 如果成佛了 那就没有业障 那佛跟业障 就不同法界 就不在同有法界里面 不在同有法界里面 就使不上力 我们从佛逆 从佛逆来切入比较容易 如果说我是没有业障的 你有业障 我们两个不同法界 我没有业障 我知道你有业障 我视线好像有业障的样子 来度你 我们两个就同一个法界 所以请问佛菩萨 能够没有业障吗 他业障 不是他的业障 所以 威慕姐跟我们讲 因为众生病 说有我病 我是没有病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病吗 我没有 没有病这一回事 注意喔 什么叫超越 已经不落能锁 不落两边了 我们现在落在两边 所以就 我有一障 我没业障 还是落在这里面 你超越了 业障根本就不是业障 没有业障 也不是真的 什么没有业障 一切业障 都是因缘所生 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你颠倒知觉 就是业障 你因缘所生 你如实知觉 就是智慧 业障在哪里 智慧在哪里 在缘起里面 你有没有正确的 知道 还是自语而知道 所以 修行一定让我们 越来越止 越来越观 止就止我 观就关缘起 不断的弱化那个我 不断的深入缘起 这样才能够 真正的究竟智慧 因为没有我 所以没有轮回可得 因为缘起 信空 也没有法可得 但是呢 我尊重缘起 所以一切法都可以显现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度 就怎么度 应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里面没有我 只有缘起 没有我 懂得缘起的 没有我 懂得无我的 不会找在缘起里面 但是他不是 他不否定缘起 他也不住缘起 也不否定缘起 这个才会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心每一个 本来都解脱的 你的空 你的明 不会因为我的 我的空明 让你的空明 启用 也不会因为 我的无明 我的执着 让你的空明不见 我们都一样 佛菩萨 当然完全 在空明里面 但是他的空明 不能为我们所用 除非怎么样 除非我们用了 他的空明 把他的空明拿来用 也就是说 我们深入经上 如实如理的了解经意 我们依法奉持 这样就可以 把他的体正 把他的智慧 慈悲方便 都拿来我来自受用 因为一切唯心造 你心里面有这些 就能造那些 你心里有功德 就能显现功德相 你心里有过失 就显现最过相 这个是自然的 那到底什么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一切都缘起 所以我们 再回来探讨这个八世 探讨这个 你如果对这个八世 有充分的理解 其实你会活得很充实 活得很志在 为什么 我们第十的时候 通通收归八世 升的时候 又从八世衍生出来 第一个 升出了第七世 再进一步 升出前六世 收的时候 前六世 收入第七世 第七世 收入第八世 你这一生结束了 来世呢 第八世 升出第七世 第七世 升出前六世 你的另外一个生命 又开始 就这个样子 那我们除了把这个八世 里面 通通进化了 通通升华了 那就真的 没有生死可得 没有轮回可得 那如果没有轮回可得 有没有佛可成 有没有涅槃可证 当然也就没有 所以 这一部经里面很重要 没有涅槃佛 也没有佛涅槃 这两句话贯穿 弄捷径 我们现在都想成佛 想要证涅槃 那个是方便说 那是一个引导力 但是它是正引 正确的引导 先以涅槃签 因为有佛可成 有涅槃可证 所以我只要如法修 好好修 一定可以证到那种境界 可以体验 可以享受那种境界 这个是以涅槃签 因为如果没有涅槃 没有涅 你就起不了动机 连要修的动机都不会有 但是真的带你上路了以后 真的你证到那个实相 进入那个境界 你才晓得 原来本来如是 我一点都没有得到 我得到的是我本具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肯定 很明显的 我们为什么常常讲说 你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你只问你对还是不对 不需要去管别人对还是不对 什么是圆满 我该做我做 我不该做我没有做 圆满 圆满难道什么都不做 连该做都不要做会圆满 连不该做都做了也会圆满 没有那一回事吧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务实到 回到本体本性本怀的时候 一个人修到这种程度 走上这条路就在做他该做的 只要他不该做他绝对不做 就这样而已 不做可以成就吗 不做若无为 对不对 不住无为吧 那你这时候 那你这时候住无为怎么会成就 没有啦 错了啦 所以我们真正修得好都随时在行中道 中行中道就是既有两端又不落两端 如果没有两端拿来的中 所以没有轮回 没有涅槃 哪来的佛 那佛一定不住 轮回也不住涅槃 才是真正的佛 如果还有住 还有涅槃可障碍的 那不是佛 落一边 落一边 没有在中间 所以中道呢 其实就在讲 一法不利 但是不否定认恶的法 一切法都是缘起 但是虽然不否定一切法 他要善用一切法 包括恶也要让这个恶产生教化的作用 善当然可以产生饶益性 恶可以产生处罚性 饶益性 那个弥贫 比如我有业障 我心里有亏欠 我透过 或者透过受苦 来让我心得到安慰 因为我知道 我做错 我应该接受处罚 所以我自己 自情处罚 如果都没有人处罚 我心永远不安 这个就因果 所以知觉性越高的呢 也不会犯错犯的莫名其妙 照夜照的莫名其妙 因为它越来越清楚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学佛 它一个全面的意义 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 你八四田里面 你这一世用的八四 其实只是这一世的因缘 里面还潜伏了很多东西 你现在使不上 但是如果我们 有彻底去升官因缘 甚至随时不断地做内观 不断地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念处 其实你真的可以这一世 就把八四里面的东西 弄清净 我常常讲的 你要去走一条很难走的路 你穿一双很好的球鞋 登山鞋 就OK了 不要先把这个石头都扫干净 然后还要把它铺得很平 你才能走的平顺 不是那个样子 如果那样子 就是四千万倍 攻一点点 你如果懂得智慧 你试一点点 攻 无量无穷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佛法告诉我们 佛法教我们 我们本来有如来障 如来障就空明本具 你穿这双鞋子 再大的 再南登的山 你都可以征服 也就是你懂的这个道理 你再生再重的业障 你都可以克服 你如果不穿这双鞋子 一点点石头 一点点障碍就把你拐倒了 你就完了 所以这个知见还是要够高 够深 够广 你的受用 你的运用 才能够无处 不自在 所以 什么是好的知见 就是相对的 不受因缘法控制的 能够突破一些因缘 不是有限量的 是随时可以突破限量 那就是比较究竟的法 如果我们身心因果 到最后变成因果法控制 那你就被因果控制了 你永远出不了轮回 不是要否定因果 是要进一步知道 因果是空 知道因果是空 我不媚因果 我身心因果 在起心动念 在结缘处 处处小心 是要这个样子 不是变成被他绑住了 他绑不了我 因为我很小心 这快要到我的手 我就把手收起来 快要被缠住 我就把手收进来 那个手是什么 我们六四 手脚就是我们六四的外显 那谁要来套你什么 比如要套你的眼睛 你就把眼睛闭起来 套你的耳朵 你就把耳朵关上 那又要套你的眼睛 又要套你的耳朵 又要套你的身体 我把心关起来 有没有听懂 这个就是越来越懂的 关键在哪里 而小的 我只要心不去跟他相应 我的健文秀藏绝 根本就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知没有正知正见 所以都被健文秀藏绝带走 都被静 转 这本具的功能变成你的陷阱 变成处处障碍着你 不具的功能 本来是解脱的 因为你错用 你没有正知正见 你起不了正念 所以你随时都在 做错误的反应 那如果我们真的 所以不修可以吗 真的看看经典就可以吗 真的做做散行就可以吗 做散行当然可以保护你 因为那个恶报会少一点 但是散报常常就被缠住了 再简单说 一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你只要有一点点不好听 他就受不了 一个人都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只要一点点不好吃 他就吃不了 一个人都要穿好的衣服 只要布料不够好 他就穿不了 那个福报是他的障碍 还是他的功德 你只要被他绑了 就是你的障碍 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些 但是绝对不能黏住 不能被这些 把你制约了 把你控制了 绝对不行 那包括佛已经 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已经得一切种智 但是还是 视线了很多 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 绝对不是他 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因果就改变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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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因果就会改变吗 没有 因果如是因如是果 谁也改变不了他 如果谁能改变他 那我们都不用修了 就靠那个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就把我们化解了 没有 为什么 照因 结缘是你在做 他怎么替你 他怎么替你 他可以帮你 但是不能替你 所以替代不得 替代不得 那我们做这样子的话 你就更知道 我现在有所依靠 有父母掌养 我们有长辈掌养 我们要感恩 不是理所当然 现在我有这个福报 我当然可以受用 但是那个靠不住的 那个只是暂时的借用 还是要靠你自己 还是要靠你自己 包括我们现在靠佛 佛靠不住 是佛来靠你 不是你靠佛 弄清楚 到最后你走 你想去西方 你连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 不可能 不可能去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就佛靠你 佛靠你念他 因为念不念是你 他不能勉强你念 他也帮不上忙 所以一样的 我们到最后都是 都注念 都在那边念佛 甚至修法 问题是要你这一份启动 那些才能够跟你互动 如果这边不启动 他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也只能做这种 所以叫做普佛吗 叫做注念吗 就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那是不是能够有作用 那要看当事者 当事者决定 不是我们能决定 我们只能决定 我做一些对他 有帮忙的圆镜 至于这些圆镜 帮得上忙 帮不上忙 看他 那一样的 我修行能得什么作用 看我 不是看你 你只是助力 那当然 我如果有很好的朋友 我很喜欢念佛 我很喜欢观想 到时候又有一群师兄弟 一群同好 一起在那边 哇 持我喜欢持得走 那我一下就跟唱 甚至我念得最大声 都只是你们没有听到 我念得最专注 只是你们不知道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所以到最后我们说 为什么到最后要去谈中阴救度 什么这些 其实都是在 因为懂这个道理 所以把握了这些道理 到最后要进去的时候 怎么引导 进去以后怎么引导你出来 那坡啊牵士 就把进去的 就直接拉出来 那到最后在引导的时候 就带着你的正念 一直回到八世里面来 而不是中途就被截走了 你六世里面有一些不理想的 到最后回归到七 七那我指我剑 当然要对八负责 又进来 没得转 如果你刚开始因为有 我们为什么要重念 也是一样 先转他的八世 转他的前六世 给他听佛号 给他观想 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境 色生香味素都弄得很清净 他六世转的 第七世 转进来就是清净份 那最后 这个进来的时候 第八世 最后封关的时候 是那一念 虽然有我执 但是我执是执着的善 执着的清净的我执 封关 然后你如果是这个样子 即使你没有解脱 待到下一世 开关 那一个善念 那个清净念 出来 你这一生 有一个好的开始 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 一样我们因为 知道这个元启法 所以在这些 看起来好像没有 不是有绝对的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 它有很大的意义 那一样的 讲这样可能有点远 我们还讲近一点 我当下这个心 对我的前进 前面的前程 我封关 封关呢 封在哪里 不是善不是恶 清净 那以这个为根本 在起念的时候 因为你随时 保持这个清净的念 不是善不是恶 所以如果善乐 你马上觉察到 你要起下一念 你当然善乐分明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就带到善上面去了 所以随时这种 止观都要修 你最后念是什么 第一念是什么 其实第一念 决定在最后念 反过来讲 最后念决定了第一念 最后念又是前念的总结 所以在这个地方 念念前流里面 就是我们下手 用功夫的地方 不是在这些沉静上 那些都是很复杂 很啰嗦的事 由不得你的事 但是从起心动念处 随时你都可以做主 尤其我们如果 有清净的知见 我们不是要否定因果 我们深信因果 所以对我们起心动念 我们都很小心小心 都很小心 因为八四田 是不会平白消失的 所以你造功德 也不会平白消失 你造恶也不会平白消失 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为自己负责 当然对我们起心动念 就要很小心 对不对 你如果处处小心 实施小心 那还怕有第八四吗 刚好相反 还好有第八四 不然我就平白的下功夫了 我平白的修了半天 结果没有保留下来 跟你保证 一定帮你保留 一点都不会少 我们现在 我们说整个科学 整个现在的AI 都是因为懂这个道理 所以把我们变成 可以运用的 可以储藏的 变成无量 我们晓得这个乳来障 跟虚空一样大 可以储存无穷的东西 千万不要什么时候 会被占满 脑筋会被占满 心永远占不满 心真的是虚空 脑筋是一个 有形的业力的储存体 包括我们的意识 跟八识 不成比例 意识是八识里面的 显意识 但是在前意识 不能起作用 比这个大太多太多 如果简单说 就好像冰山 孵出来的 跟在底下的 孵出来一点点而已 在底下比较多 如果再讲了确实一点 显意识 就大海里面的波浪 它有多少深度 真正的 没有动的 那个才是 才是前意识 那个当然大的 根本就不成比例 表象跟实相 不成比例 但是因为我们找表象 所以就以为表象是实相 颠倒的不得了 所以真的 真的要赶快 改造我们的遍际所持 我们着相的反应 一定要好好改造 它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从开始 由我找我就以我 第八世的见分为我 第八世的相分为我所 向来就这个样子 所以一定着相 你若不懂道理 习惯性 自然性 一定着相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懂得 佛法的道理 所以可以离开 那个必然的着相 慢慢的发觉 相不可着 不仅仅不可着 完全一着相就错 慢慢就离相 离相不是否定相 不管什么相 你都不会沾染 不会住 不会着 这样才能转境 心能转境 极同如来 本来是他要转离 我们的惯性是被他转 所以他转离是理所当然 我们被他转也理所当然 什么离 无名离 颠倒离 自为是的离 以为有我的离 但是现在我们真正 懂得无我道理 慢慢的就不会 再犯这种错误 不是没有那个夜报 那夜报线的时候 不会错误的肢解 不会又把它解释错 反应错了 这样才能够慢慢 让我们真正的走入石像 展现真正的 真正的真正的我 才能够展现出来 我们现在展现出来 颠倒的假的我 习惯的我 这个不值得鼓励 好 那这些 譬如说 沾遮摩纳 身陀利女 空波而出 这些恶业障线 在佛 即使证得了无上证能 证觉 一样 还是要显现 因为显现是缘起 显现是因果 那受不受 是你的智慧 你说无我谁受 所以矛盾吗 一点都没有矛盾 一点都没有矛盾 但是我们就觉得 解脱了应该什么都解脱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以为解脱就一切都没有 一切空了叫解脱 事实上 真的解脱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这个才是真解脱 不然还是落一边 你的解脱是落空王吗 既然不是落空王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叫从有解脱吧 那我们所谓解脱 就是从有解脱才有意义 从空还要解脱吗 空解脱什么 解脱空 空解脱空有意义吗 没有吧 所以弄清楚 学佛就是要这样子 才能够才是真正的学佛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 学佛的好处跟作用 展现出一个学佛的行者 应该有的风范行径 而不是 因为我们的错觉 错觉 知见错了 念就会错 念错了呢 人家不知道你念错了 以为学佛的 就是这个样子 他把一个学佛的 当成一个真正懂佛法 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误解 比如穿着法师的衣服 你应该对佛法很深入 是吗 不是嘛 所以不要着想 不要着想 一样的 我穿了这件衣服 千万不要 有我穿这件衣服 我就是法师吧 法师是内涵 不是穿什么衣服 唯蒙姐也没有穿法衣 也没有穿这个 那她可以教 教这些 这个十大弟子 教这些四大菩萨 八大菩萨 她都可以教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道理 重点是在内涵 但是千万不要 又错觉了 我们很容易错觉 我现在是在家居士 我认为我懂佛法 你们穿 法师穿那个衣服 又算什么 你理解也没有我深入 那你是 你自以为是的 以为你理解 你门都没有 插得远 对对 我们不是要否定在家居士 但是在家居士 千万不要自台身价 这是很 基本上的谦卑 基本上的如实 因为我还有这欲 还有这世间的业障在 所以我出不了家 这一定要懂 千万不要我出不了家 帮自己不能出家找理由 我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你根本就不晓得 出家有什么作用 你不晓得出家有什么作用 你当然就会对出家人不尊重 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你如果晓得 这个不简单 我很想出家 但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 也没有这种福德因缘 那你就会很谦卑 虽然看起来 好像你也没有多深入 但至少你有条件出家 我没条件出家 赞叹赞叹 这样自然就会 尊重身重 这样才好 所以 佛法就是防飞止恶 不要学佛学到最后 不是防飞 是在强化飞 然后是在强化恶 那就完了 我们学佛学到最后 我越来越大麻烦 不管你出家再加 那个都是点倒的不得了 好 我们进一步 继续 这两段常常会听到 但是事实上 这两段 每一部经都会不断地提醒 不断地提醒 你也不是莫名其妙地问 我也不是莫名其妙地答 你善问 我就善答 我善答 你就要善解 善听 递听 就好 你既然问了 就要用心地听 我们常常只抛问题 只抛问题 根本就不让对方回答 就像现在立法院在咨询 看起来那些人的嘴脸 看起来实在幼稚的不得了 幼稚的不得了 我们台湾怎么会有这种水平 显出这么没有水准的立法院 有时候我看起来心会很痛 好不容易被显出来了 你不是真的那么没有智慧 但是因为你的党派的知见 就我知我见 那政党的色彩一重以后 讲话一点都不客观 讲话一点都不中立 那你不行中道就偏邪吧 你立出来的法一定偏邪的法 所以我还是强调 真正学我不要参加党派 如果参加党派 也不要参加党派的活动 这样才好 才能够甚至保持一个中道的心 你才不会有很强的情绪 有强的是非好物 这样才好 所以出家人是超越地利的 连皇帝的高度你都要超越 不然你就是世俗的人 那怎么会还落到党派里面去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谁是政治和尚 就这个样子 他没有超越 他没有超越就被人家利用 拿他来当扛邦 你看谁都支持我们 这个大法师都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是对的 他不晓得大法师就站那边的 所以他的赞成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点都不代表真理 如果我们懂这个话 不是要否定哪一个人不是 而是否定 只要有我执我见的 知见的 都不客观 我们要谈什么东西 要谈中道 谈出真正的平衡点 不是要落哪一边 那这样才能够对国家有益 对众生有利 好 所以这个 只要你有问 佛一定想办法对击 来说给你听 让你能够受用 能够真的化解问题 那问题是 我们也不是当击中 也不是能问的人 所以即使佛讲了 那我们也不一定 真正能够受用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如果问了大会 大会问的问题 真的对你来讲也是问题 那这时候佛的回答 你就要细心小心地听了 因为这个也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你就当击中 那你如果大会问这个问题 你没有问题 那佛回答什么 对你都没有用 不是你行你不行 是不对积 不对积不是你不行 你那个根基不太对 就是你需要的知见 不是现在佛告诉你的 你能用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这样的话也是一样 为什么佛要讲那么多经典 甚至经论 因为真的每一个人的根基 都不太一样 条件不一样 应该就是说 你生的病不一样 所以吃的药也要不一样 但是你到底生什么病 第一个应该要知道的是你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高 那你就问三知识 三知识是谁 三知识常常不是 真的这些比你高的人 这句话也要小心地听 三知识可以很明显地点出 我们的过失的就是三知识 这是一 引导我们做对的也是三知识 点出我们错的 那个也是三知识 但是我们一般 对点出我们错的 把它当成二知识 所以你就颠倒了 比我们低的人都看我们不惯 就代表我们做得真的不够好 我们不是只要做给对上人 看得 因为你若只针对对上人 你度不了众生 这也是因果柔其的问题 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稍微思考一下 我们修半天就是想饶益比我们差的 对不对 不是要对上面不用你饶益吧 是他引导你啊 所以我们修其实都是怀着慈悲心 那慈悲心你要起作用 能够达到教会你必须智慧够高 你才能用对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所以这边变成你学佛的增上缘 是真正你的养分 甚至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事 你是不是一个善解的 一个政治见的 你看到说他错了 我不能犯这种错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因为你不小心 尤其 我们再这样讲 比我们高的 当我们看到他的瑕疵的时候 不是就看不起他 而是要小心回来 一方面我不懂得他的悲怀 他境界到底到哪边我不知道 先用谦卑的心 所以他显现了不可理议的那种 那种深口意的行为 先这样子 然后进一步还可以想 连这么高的人 都会表现出 让想学的人认为是瑕疵的 这样就你在自我要求的时候会更高 所以会学的是处处可学 不善学的处处都学不了 小的你看不起他 高的你攀不上 善学的呢 小的你可以顾虑他 可以尊重他 善的你跟随时都很谦卑的恭敬 那你的心就整个都对了 所以修半天还是这个根本要对 本力则道不生 根本弄对了以后 就走上了真正修行成佛之道 如果根本没有建立起来 那我们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就是如来障 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的性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体性 这是我们的根本 那一般人是把这个根本完全颠倒 所以修半天 成就不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学佛就根本对了 本力的道生 依着这个根本的道理 那不断地去 随缘 恶的话是随缘消旧业 善的话随缘就成就我们的道业 随缘饮众生 既可以消极地消旧业 也可以积极地成就道业 这个就真正的修行之路 两边都对 恶报恶果献钱 消我们的业障 那善因善缘现前 那成就我们的善业 不是很棒吗 所以学佛你若之间对了 处处都会起正念 你起经动念 就会很棒 好 我们继续 活告大会 为吴云涅槃故说 又尽行菩萨行者故 此即宜世界修菩萨行者 要身文称涅槃 为令离身文称 敬向大称 化佛受身文记 挥是法佛 好 我们先看到这边 因为第一个问题 就在说世尊 世尊你有授记阿罗汉 他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他所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跟诸佛菩萨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如果无上正等正觉 还有差别 那叫无上正等正觉吗 就不是 就不是 所以如果是无上正等正觉 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都一样 不管你是什么根气的 你如果真的正到 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是相同的 不因你的出身 不因你的什么差别 否则的话就还有差别吧 还有差别就还有上还有下 怎么会是无上呢 所以这边佛的回答是说 为什么连身文 我都要受记 为了要让这些声文 圆诀 这些恶圣的 他能够证得无余涅槃 因为如果不受这个记 他成不了佛 他以为证到阿罗汉 证得批之佛 就是最高的境界的话 那么他就停留在这边了 就不是无上 那事实上 每一个佛 连一禅题 都可以成佛 何况是身文圆诀 那更应该能够成佛 怎么可以说他不成佛 所以这里面就我们知道 佛的悲怀 佛的高度 因为小的 他们还没有走到底 但是他们很容易以为 这样已经到 到达目的地了 所以要再跟他讲 你只要好好修 虽然你现在是身文 或者圆诀 你还是 只要证得无上 证能证觉 你就是佛 跟佛无恶无别 所以他用这种受计鼓励 所以你可以成佛 那诱导他 诱导这些身文圆诀 能够行菩萨行 一般我们行菩萨行 就是为众生而行 我们身文圆诀 是为自己而行 这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但是一个动机而已 你若晓得 我同时可以为自己而修 同时我不离众生 所以我在为自己修的时候 也是在为众生修 那么是为众生修好呢 还是为自己修好 如果以为我自己成就了 我就可以解脱了 那只是个人的解脱 个人的圆满 那对这些 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 跟你有很深云言的 你真的放得下吗 你放不下 会真的圆满解脱吗 那你圆满解脱 可以不理这些 对你有恩的人吗 你明明知道他还没有 究竟解脱吧 所以真的放得下吗 所以为什么 经典慢慢会从 小圣的一种强调解脱 到最后强调入世的饶意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前面说什么 后面说什么 其实都是一种缘起 不是越后面讲的经典 就越圆满 不是哦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样子 也不是一开始讲的 就一定是 针对更气差的说 不是 而是我们慢慢熏悉 慢慢修持 让我们之间 不断的越来越正确 越来越体和傲 那增加之间 是要增加我们的心量 增加我们的心量 是要回到如实的我们的心 本来不可限量 我们心 心本来就无量的 无限量的 那因为由我起来 把本来无限量的心 变成一个有范围的 有得失的 有厉害的 这个当然错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力 不晓得为什么会修 但当你如果有正确知见的时候 刚好 又可以修 又可以突破心量 那个就是菩提心 就转向去饶育众生 转个向 一样 你饶育众生一定是饶育自己 饶育众生就是善 你就种善奉行了 而不是勉强自己去行善 你确定行善是理所当然 所以这样就变成无修而修 虽然没有要修的动机 但是事实上你已经在修 然后你已经在修 又一点都不着 我执我见 我得 不会有这样的执着 那就修而不修 不修而修 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道 就有智慧的人应该走的路 好 我们在这个沙坡世界 或者其他的世界 这些修菩萨行的人 难免会耗耀 生闻圣的涅槃 因为真正的正涅槃的时候 这时候身心是真的大寂静 那种伐喜的充满变满性 会让我们误以为 我们已经正得无伤正能正觉 所以常常在那边会容易 所以为什么要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即使你修菩萨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离苦得乐 所以得到那个乐静的时候 常常就会在那边住 在那边停留 那因为佛他是过来人 他知道 他知道 很容易就陷在那个法喜上面 那个禅乐上面 很容易 那就得少就为主 所以他不断地扩展 你的拓展 当你自己得到喜乐的时候 要反照到 别人乐不乐 当下就把那种心 拓展出去 不是要我们不修四禅八定 不是 在修这些的时候 常常有那个体验 马上回向 马上往外绝照 我的修跟众生同时可以成就 这个我想 只要修行有一点经验 有一点点境界的 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确定见 当我进入某一个三昧 或者某一个悲心的时候 这时候你把它放出来 其实周遭 因为你在定中 所以一散发出来 你的医报 你的周遭也会跟着入定 那个慈悲心一出来 一散发出来 这个跟你有缘的人 会受到你那份慈悲观 那份正面的回向 可以得到 否则的话就你没有能量 你真有能量 怎么可能 不能做那些事 当然可以 但是你做那些事 跟没有做那些事 差很多 一个是自受用 一个起那个心 他受用 你那功德就变成 变满性的 变成一 变成十 变成无限的 我们说一个想四个 你四次 就四的四次方 对不对 这个又用数学的问题来 那等比的话 现在我们得到病 这些病菌 为什么那么恐怖 他都用等比的方式在蔓延 那一样 这个不好的力量 也是这样在蔓延 所以他很快 一下变成世界的流行病 那我们如果学佛的人 能用这个善念 善业 来这样子爆发性的回向 那一样 很快会变满整个法界 所以真的是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我们古言是 如果有一个真正有境界的 譬如说我们老师父 我们在这边 也会过得很安稳 但是过得安稳不安稳 是你跟老师父相应不相应 他有这种功德 没错 但是当你跟他不相应 他的功德跟你 完全没有意义 我不能举我了 我举老师父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缘起 不是有一个绝对的 清静的姻缘 不是 每一个人都是 他起心动念 就是他的姻缘 老师父修得再好 你不是住在古元寺 就得到保佑 必须你跟老师父 有一定的共识 有一定的相应 那他的功德 才会让你受用 否则的话 他天天 他天天念着你 就好像那个 大师智菩萨念佛言通章一样 妈妈天天想着小孩子 小孩子不想他 有什么用 没有用 所以这个就是因缘 因缘一定要互动 要相应 才能够产生那些作用 如果不相应 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们 如果不小心 即使你发菩提心 修菩萨行 都可能走向 好要 声问 喜欢涅槃的极境 很容易掉到里面去 所以佛提醒声闻 同时也在提醒菩萨 你一不小心 就可能掉到 恶圣的残月里面 或者他以为的成就里面 所以佛说声问 圆节都可以 正得无上 正能正节 一方面就引导他们 真正的走上菩提大道 走上究竟的涅槃 二方面就把他们 为我而修 为自己而修的 那一份小小的发心 变成一种回向 为众生而修 为自己而修叫小圣 你可能也不小 但是到底还是小 大圣或许你不是那么大 但是你只要根本之间是对的 你慢慢真的可以展现 那个大的气度出来 小孩子 如果从小你就把他教养 你不要处处跟人家计较 他即使没有很大的福报 他不会去跟人家计较 那从小都是 这些被在温室里面长大 其实他福报已经很大 但是他还是随时跟人家计较 这个也是一种熏息 熏息也是一种知见 所以我们的业力 真的很重要 我们的因缘真的很重要 我发觉很多问题 不是你有问题 说你有问题 不好 说你的因缘有问题 你比较容易接受 你的因缘有问题 就是你的成长背景 你的受信的那个方式 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心量打不开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真的有这个毛病 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们看多少人事物 所以我们心里面涵盖了多少人事物 如果常常做这种反省 你会越来越松 对 要多看一点 多听一点 多想一点 那就自然就不会自以为是 所以这个都是靠原情 靠信息来的 那对这种受迹很明显 就对积吧 对生文中的积 对元节中的积 我来说大圣法吧 也是对积说法 那对积说法是谁的事 当然是化佛的事 化佛就是对积说法 法佛完全平等 完全如实 他没有抉择的 大到无难为先简直 我们心 心要清净不难 心要清净不难 你只要真的不失善 不失恶 当下就可以看到清净 没有善恶 哪来无染 本来就是清净的 但是你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心清不清净呢 你若用分别心 当下就不清净了 你若用观照 如实的照见的心 当下善恶 都不乱你的清净心吧 这句话也要听进去 小心 小心的应用 是我认为好 认为不好 还是真正心平气和 如理的去思维 这个真正好 这个真正不好 后面这个是如实的 前面那个是用分别心来的 分别心来自什么 来自我 那这时候是你用你的立场 在看事情 还是真的平心下气的 真的用我们的知见 客观的在分析事情 所以一个人智慧高不高 就看他 那我是不是能够拿掉 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 而不是 完全没有根据 就自以为是 这就我们 最容易犯的毛病 道理也是自己讲了算 不合你的道理 贪嗔之意上来 也是你说了算 那 否逆回来 你不会犯这种贪嗔痴的毛病 你就要回到 不犯错的分别心 要不犯错的分别心 要拿掉我知我见 然后这个就又回来了 所以你如果发觉错 这时候问题错了 一定是我错了 我根本之间真的有问题 因为我把那个非我当成我 承认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 佛都要承认 你可以不承认吗 你承认会丢脸吗 不是吧 刚好我们刚好就不承认 所以永远 让自己一直错 越来越错越离谱 所以每一个人 如果真懂道理 应用道理 都可以好好的修 所以会讲这些法的人 不需要是法佛 是化佛所说 那化佛如果没有法佛 哪来的化佛 所以化佛所说 跟法佛说也无恶无别 不要执着了 因为化佛说了 说讲出来法不圆满 是这样子吗 完全不对 化佛说的是对自己说法 也可以讲说 他讲的可能不是疗意的法 但是话又说回来 疗意的法能说吗 所以这个也是很小心的 我们现在 也是用这个身心来修 我们所闻的法 也是化佛所说 然后化佛不离法佛 所以我当下的闻师修 也不离我本来的心的清静 中道不落两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不是矛盾 因为我们的肢解有问题 所以处处矛盾 像我这个上面跳得比较快的 要矛盾比较难 都会找到化解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化解 你黏在哪边 你住在哪边 你心不动 就卡死了 你说又用心来照见 我现在在这边 没错 但是我不能连在这边 你马上就可以移动了 谁俘虏 谁把你绑住了 是你的我执我剑绑住了自己 你的遍迹所知 把自己 把法剑绑住了 当你拿掉这个 没有我执 没有法执 什么能绑你 你会被什么绑 根本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所以当你起烦恼 不管是因我所起烦 起的烦恼 还是因法 所起的烦恼 都错了 但是错了 要变成对 要化解掉这个我 根据的是什么 法 是依什么来成立 你从这边去探讨 我就化解了 法 你探讨到它的矛盾 它的 被限制的说法 你解开就没有了 就没有问题 所以 是的 真正的佛法 是究竟的 无上正能 正觉的法 如果我们有矛盾 有 那个都是我们错了 佛绝对不会讲错话 绝对不会讲错话 他讲他 对机 的话 那一样 你不对机 不是佛错 也不是你错 但是你不能说佛错了 我们现在常常就犯这个毛病 佛都没有说你错 只有你说佛错了 怎么这么讲 讲错了 你算老子 所以 我们这样就会 越来越谦卑 越来 我想不通 我不晓得佛 为什么这么说 我真的 所知太有限了 佛讲这么 我怎么怎么想都想不通 怎么看都看不懂 佛错了吗 当然是你错了 你不是真的错 你如果能够静下心来 从错 会变成对 离开 我指我见 进入一他起 升官缘起 升官我的起心动念 升官我的价值观 你就晓得 你还卡在什么地方 就业障还很多 所以这个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有业障就要突破 不是用业障来保护 对不对 所以 还是要不断地修 不断地深化 好 再一段 大会 应事故 记诸身闻以菩萨不义 大会 不义者 身闻原觉 诸佛如来 环老障断 解脱一味 灰智障断 好 先到这边 好 所以前面讲说 身闻原觉 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跟菩萨 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其实是无恶无别的 叫不义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现在接着就讲 事实上 还是有差别 不然你怎么会说 他是身闻原觉 是菩萨呢 还是有差别 那差别到底在哪边 如果从断返老障的角度来看 那身闻 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断返老障 原觉 也是断返老障 诸佛如来 也是断返老障 就是菩萨 通通一样断返老障 只要因为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正德如来 正德诸法 本来的实相 本来实相 诸法不利 不可得 不生 不灭 所以真的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解脱一味 谁正德都一样 简单说 比如这一杯 水 我们三个人 喝 都是水 所以你喝到了水的味道 跟我喝到水的味道 是一 它是不变的 但是解读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有异障 你有习气 你有好物 你有我知我见 所以要你去说它的时候 虽然说的是一味的水 但是讲出来是各种不同的滋味 这是必然的 但是你不能说 我吃起来不一样 就我吃的不是同一个味道的水 也就是解脱 其实是一样的 解脱就是你被什么束缚了 它挣脱了这种束缚 那不管挣脱什么束缚 那个解脱 当下那种解脱是一样的 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那一份完全没有挂碍 完全没有无名的当下 当下 正德的当下 是同一个境界 那为什么等一下不一样 你又回复到原来阅历状态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晚上睡觉 我常常做梦 在那边跑不开的时候 在怎么弄都离不了人家的魔掌的时候 突然醒过来 挣脱了 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做梦 然后等一下 一放心又开始睡 又进入另一个梦 那解脱的当下 真的是发觉实相 那就是假的 那是自己不晓得什么放不下 怎么老是做这种被追赶的梦 还是找不到地方的梦 这是其一 但是它用什么方式出现 只要你一离开清醒的状态 又进去那个缠绕的业力习气里面 那解脱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修行 常常可以得到解脱 包括我现在只要不施善不施恶 你当下身心是没有负担的 我没有压力 没有任何束缚 但是等一下业力慢慢积极了 身心的因缘慢慢改变了 那你这边也不舒服 那边也不舒服 又想想这个 又想想那个 又进入一种烦恼的 身心不安的境界 然后突然顿然又放下 我不管那么多 我还是保持这份空明的绝照力 那份不安 一下子又扫掉了 又恢复到 好像不思善不思恶的平等境 也不是空 也不是有 也不是明 也不是无明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我们的业力 在把持人 所以为什么一直修止观 一直突破 因为我们都跟我们业力习气共存 你有这个身体 你就挣脱不了这个身体 对你的规范 你有这个意识 你就脱离不了这个意识 对你的习惯的一种运作 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突破 所以修行是时时刻刻都得下功夫的 那么我们只是挣脱了烦恼杖 烦恼杖断了 断了烦恼杖 但是我们的智障还没有断 智慧障 就是所智障 烦恼杖突破了 所智障还没有突破 那身问元节菩萨 挣脱烦恼杖是一样的 当然挣脱所智障是不一样的 因为菩萨不断地在强化绝照 强化当下的正观 所以他的所智障 一定比身问元节要少得多 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一样虽然解脱 是一样解脱 但是那种解脱的稳定度 坚固度 持续度 还有高度 不一样 一个是充满着光的 我们说智慧这样 少的话 就是你那个觉知 随时都很严谨 而且很整然 就是很完美 但是那个所智障如果还有的 虽然你烦恼杖 虽然已经不生烦恼了 但是那个照见性 没有那么强 所以一样的 我们坐在那边 为什么有些人坐坐坐就睡着了 那当然 说他是什么 所智障一定大有问题 烦恼障还很多 对 那慢慢的 他坐在那边 坐再久都不会起烦恼 但是他所智障还在 所以还是会打顿 因为他的绝躁不够强 但是有些人更厉害了 坐半天 脚也不麻 心也不乱 就是烦恼障也轻 所智障也轻 但是我们 就是要这样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去面对 不要以为 我现在没有烦恼 我跟佛一样 擦 还擦得很远 虽然你不施善 不施恶 但是还不是 明上座本来面目 还不是 但是离那本来面目 不一不义 但是不是 不义就是 没有两样 不义呢 不是相同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 你所智障的问题 所以 这边当然我们要 还是要分得清楚 但是你如果 烦恼障都断不了 那请问你 所智障断得了吗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为烦恼也是 从你的所智所生嘛 所以为什么有烦恼 这个所智有问题吧 所以有烦恼嘛 想错了 那慢慢的 没有如理作义的 慢慢扫楼 所以烦恼障就没有了 但所智障还在 因为你那如理作义 理由多深 到哪一层的 所以 这个 要我们不断的 所以即使到见到位 见到位 所智障已经弱化都不得了 烦恼障也几乎没有了 但是还要修 两大阿生奇结 见到位以后 还要修两大阿生奇结 所以 怎么会那么简单 你就跟佛一样 没有那一回事 但是你不能说你 修半天 佛的一点点消息都没有 还是有 那只是一点点消息 让你尝尝味道 那真的味道还不是 还不是完全懂 我们虽然说 大海平等一味 都是咸的 但事实上 绝对不是一味 连颜色都不一样 当那个咸一味 那咸的咸度不一味 一样是咸 当那个不一样 就好像蓝色 不同的水深 就有不同的蓝的 的反射 折射 你看到颜色不一样 就晓得水深不一样 那颜色都会变得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任何一个东西 那个一都不是 那么单纯的一 因为呈现 那个一都是缘起 所以你只有观察力够 烦恼帐少 智慧帐少 你可以看到 比较监禁实相 否则的话 还是夜相 因为我们健文秀长觉知 没有离开我们的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而我们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是我们的业力所呈现 所以必然有业障 你再修得再好 必然还有业障在 当然烦恼帐 就这个喜气 慢慢慢慢没有 回到那一念的 心的清静 这时候就 比较接近实相 不是靠着眼耳鼻舌生来 而是靠着那个 意的如理 这边就 慢慢接近实相 也接近了从烦恼 变成所知的去除 所知上就属于 第六意识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深入境障 就是慢慢把这个 第六意识训练成 能够如理思维 够深度 够广度 第七意识 几乎是没办法修的吧 第七意识没办法修 那我执意是 抓着八识不放 控制着前六识 不放 这没办法 所以最好修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因为它很活泼 那第六意识很容易欣喜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人生 跟其他六道的众生 最大的差别 就第六意识变得很活泼 所以最容易训练 最容易修 而且这个是修行的根本 这个根本弄对了以后 你不管是前五识 到第六意识的五具意识 当这个第六意识 弄得清静的时候 前面的五识 都被清静转化 这个转化以后 透过第七识送到第八意识 都变成清静的东西 所以这个要好好修 不要变成一种非智的修法 就不用第六意识 不假思维 那完蛋了 所以佛当然不断地叫我们 叫我们不思善不思恶 叫我们 甚至我们永加大师 也在大道无奈 会先简则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那是在提醒我们 只要不用心 只要不懂的心 那你的简则心就分别心 分别心就没有办法 跟大道相应 但是事实上 你如果不断地如理思维 不断地深入精脏 引导你的第六意识 慢慢地 你起来的是如理的思维 如实地知见 如实地解读 包括前五根 前五识 一进来都是如实的 都是限量 它是什么 你知道它是什么 而不是我直意识在那边卡关 在那边那边啰嗦 如果能这样子 那么我们活着 时时处处 每一分每一秒 都可以跟智慧 跟实相相应 你只要训练好的第六意识 随时都可以转业成道 转假相 变成实相 OK 好 我们时间到了 包括这一份清静的心 能动的也是第六意识 我们上宫释放置佛 然后回向众生 下施 三恶去 或者这些苦难的众生 也都是靠着第六意识 所以第六意识 值得我们好好用它 因为它强而有力 尤其我们得到人生 它真的强而有力 你要改造你的观念 从第六意识改造 很快 但你若用你的习气 那很慢 很慢 那第六意识最高 就能够如理思维 好好地静下来 好好地观察 好好地深入探讨 你第六意识就越来越寂静 越来越如实如理 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我认为是什么 我以为是什么 那个统统是习气的第六意识 不是第六意识 应该有的本来面目 都是你习气造成的假象 我们往上 供养三宝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不舍这么一个众生 愿一切离苦得乐 哼 嗯 嗯